来 余老师 余老师 这个故事和他俩比较相似 我到一个朋友家里做客 他的小区里车位是可以随便停的 没有固定车位 可是当我从朋友家里做客出来的时候 发现我的那个车 前面站着一个标情大海 指着我 这是我车位 你不能停 我说这不是随便停吧 没有固定车位吧 他说这个车我停了好长时间 就一直我停在这 我明白了 那不是他的车位 但是是他的习惯车位 就像我们经常到一个地方吃饭 第一次去的位置 下次还习惯到那位置去坐 所以我用俩字 就是你们俩很多情况叫习惯了 习惯了这种卑微式的这种爱情 因为他是你梦寐以求 暗恋多久的这么一个男友 终于在他失恋那一刻 你拥有了他 所以你都不敢正式地去享受你和他平等的爱情 所以你屈膝地和他交往 而他也习惯了这样的方式 所以你是谨慎的爱 那边是放松甚至叫放肆的爱 所以就习惯了 但是你这种习惯一天两天还可以 时间长了你发现 这并不是你真正想要的 你压抑久了 你也会觉得你绷不住了 所以这个时候你觉得不合适了 要分手了 但是有一点 你现在连分手的资格都没有了 南方刚才说一句话 大家笑了 他追的你 他追的你 就应该一定他对你更好一点吗 我不知道这是谁家的逻辑 如果都这样的话 那以后还谁敢去追谁呀 你们俩正好碰到了一个 这么一个恰当的时间里面 在那个失恋的时间里面 他才成了一个疗伤的药 用他的时候 需要他的时候 他就来了 不想要的时候 你也可以为所欲为 所以我建议你们俩 现在就异地很好 再继续异地 不要往去凑 也凑过去以后 反而这个感情更麻烦 各自就异地 当然如果你今天觉得 想分手了 那分了 更好解决 如果觉得还没想好 那就各自异地 各自干各自的事 我觉得时间 最终一定还能改变习惯 谢谢 我觉得 现在就结束了 赶紧分手 从男生身上 没有看出任何 对女孩的爱 你说的很多话 让我脸红 你知道吗 让我替你脸红 你凭什么 这么大言不惭地说 你追的我 就得对我好 在你对于这个女孩的 所有的种种作为 没有看出任何的爱 因为爱最起码第一点 你要对她有尊重 呼之进来 呼之进去 这里有什么爱吗 有尊重吗 一点也没有 为什么每次都是 人家主动地来 然后看到你一些 不好的事情 甭管是和别人去玩 还是说看到了 你跟别人的照片 你根本不把这个女孩 放在眼里 你根本不把她的照片 放在你朋友圈里头 你根本没有认可她 你把她没有当成女朋友 你只是现在在享受 这个女孩对你的好 你连一丁点的给予 或者说回报都没有 人家千里迦迦来找你 你自己跟朋友出去喝酒 给她的就说 你要出现我们会不自在 喝完酒 人家因此生病了 一个电话都没有 还有说我不想打扰你 你欺负人欺负得也太过分了吧 如果说你真是 对女孩对你所有的一些好 你但凡有一些感受 接受到了 你应该是有感动 并且是感激的 就连最起码的一种回报都没有 然后一点也都没有悔改之意 为什么要在一起 还要继续地再去剥夺 人家对你的感情吗 直到有一天 你遇到了真正 你喜欢的那个人 把他一脚踢开吗 你要这么做的话 你就太没有良心了 知道吗 如果说不爱一个人 大家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我爱你 并不一定反过来 你就能爱我 但是你不能这么 践踏别人对你的感情 女孩对你说的 其实就一个词 自尊 你从她那根本就得不到 对你的最起码的尊重 更谈不上 给你任何的付出的感情 我们还这么着去求她 你觉得你做得卑微了 你觉得你退让了 你觉得你忍受了 就能换回她对你的爱吗 当然不能 只能一点也让 她越来越看不起你 就像刚才余老师说的 分手都不能你说 我就不分 你能分吗 所以说现在已经 看清楚她所有的面目 不要再抱任何的幻想 也不要欺骗自己 她不属于你 如果说你跟她在一起 即使有过一段 至少你自我陶醉的 美好回忆的话 那保留这个回忆 同时寄一个教训 如果说一个男人 根本不把你放在心里 根本不知道你尊重你 不要去求 求是求不来爱的 就这样 好 谢谢 谢谢曲总 谢谢